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 你要结婚了吗 哎哟 不是那样的啦 老师 老师 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啊 对啊 我们都很好奇 老师快告诉我们吧 好的 同学们 MRC嘉年华即将来临了哦 老师会带领你们一起去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 哇 好啊 呼勒 我要参加歌唱比赛 我要跳印度舞咧 我要参加幼儿戏剧比赛了 小珊妮呢 你想参加什么比赛啊 嗯 我要扮演 哇 无敌铁金刚 好的 那么大家就依据老师安排的项目 回到家后要好好练习哦 好的 谢谢老师 同学们纷纷都收拾书包回家去 小珊到小秋的课室里 等待爸爸的到来 小秋 爸爸到了 我们回家吧 老师再见 小珊和小秋向老师道别后 便车和爸爸的车回家去 再抽离 爸爸 今年我好想参加MRC加年华比赛呢 我也是 我想扮演无敌铁金刚 好棒哦 你们要好好加油哦 是的 爸爸 你们要记住 比赛的名次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在这个练习和准备的过程中 学会了什么 就像彩虹那样 不经历风雨 我们又怎么能够看见那道七彩的光芒呢 到达家里 妈妈 我们回来了 妈妈 今天老师说MRC加年华机枪来临 我和哥哥也想参加这个比赛 那你们想参加什么项目啊 妈妈陪你们一起练习哦 我要当个正义的化身 无敌铁金刚 哈哈哈哈 那小秋呢 你想参加什么项目 我喜欢唱歌 我想参加歌唱比赛 然后夺得第一名 孩子们 参赛主要是在练习比赛的过程中学习 而这些知识是课本里没有教导的哦 比赛还提供一个让你们发挥潜在天分的平台 名次并不重要 知道吗 知道了 妈妈 我要拿第一名 旁晚六点半 小山 你有努力练习表演吗 有 看我的无敌金刚拳 小山真可爱 小秋 怎么都不说话呢 不开心吗 我想赶快吃完晚餐 然后可以继续练习唱歌 好吧 不过小秋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 还记得彩虹定义吗 比赛的成绩并不重要 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在准备的过程中所写到的一切 虽然如此 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得到第一名 小秋房间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小秋 妈妈 小秋 怎么了 我唱来唱去都唱得不好 老师教我的时候 我是可以把歌唱好的 小秋别急 放轻松 慢慢来 你看小山练习时突么开心 可是 我一直唱不好 会吗 会吗 可是刚才我们在外面听到很不错啊 是啊 姐姐 爸爸说 比赛练习的过程中 最重要是你在过程里学到什么 小山在练习时的过程中 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而且她和弟妹们的互动也增加了 这也是你要学习的 妈妈妈 妈妈 你不要着急 继续练习 我绝对要得到第一 爸爸 你在做什么 我在为我们的小公主准备比赛用的道具啊 哇 谢谢爸爸 对了 爸爸通知奶奶了 奶奶和爷爷 你会来看我和小山吗 当然咯 我也通知奶奶和爷爷来给你们加油打气 哇 我一定要能替你比爷爷和奶奶看 之后的一个星期 好了 小山小丘 表演的服装都戴上了吗 戴上了 妈妈 好期待哦 好紧张啊 现在是小丽的表演吧 她唱得很棒 你是我的小丫小苹果 这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 填满我心里的花花花花花花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参赛者 林小秋小朋友 打 climax 好红红的小脸吗 一簧 一簧五簧 亮晶晶 漫天都是小星星 参赛者请准备 颁奖典礼要开始了哦 我一定是第一名 欢迎各位回到比赛现场 我们将办法A组歌唱比赛的成绩 最终的奖者是 高晓琳小朋友 恭喜你 谢谢 亚军得奖者是 领奖秋小朋友 我居然不是第一名 恭喜你 冠军得奖者是 陈嘉伟小朋友 回家录堂 小秋闷闷不乐 妈妈 我的表现是不是很差 不会啊 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哦 是啊 姐姐今天好棒啊 那为什么我拿不到冠军呢 爸爸停下车来 小秋你看 小秋你看 哇 多美的彩虹啊 看 大雨过后彩虹就出现了 就好像失败了吸取经验 下一次一定会成功 爸爸说的对 我要更努力学习 下次一定会成功的 妹 让我来协助你吧 让我来实现你的愿望 小夏 你出镜的次数也太多了吧 你该让让我们呢 尽终 接着 点击 心 对 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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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